一说到外卖小哥那真是卧虎藏龙啊 甚至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说没点本事都不好意思送外卖 我跟你说现在外卖小哥当中啊 冒出的人才是一个接一个 外卖小哥考上研究生啊 外卖小哥拿下试词大会冠军之后 又诞生了一个外卖拳王 没错啊这部2021年 劳伦斯世界体育奖的最佳体育时刻奖项 16号进入公众投票的阶段 来自重庆的外卖小哥张芳勇获得提名 张芳勇呢有两个身份啊 当他骑着电瓶车穿越在大街小巷的时候 是外卖小哥 当他站在裙击台上痛击对手的时候 是草根拳手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外卖拳王 出生于1993年的张芳勇呢 从小跟着外公外婆长大 他深知父母靠打工重地赚钱有多苦 于是呢就暗下决心要改变家中的状况 19岁的时候呢 看到矿工拳王熊超中的经历 张芳勇呢也萌发了打拳机的梦想 但是从重庆奔赴富富民之后呢 张芳勇才发现拳击不能当饭吃啊 在场馆训练还需要花钱啊 在打了各种工后 张芳勇开启了外卖生涯 存了一点钱之后呢 张芳勇就在送外卖之余 见缝插针的训练拳击 2017年的7月1号 张芳勇以TKO战胜了四川选手董川 成为了中国第一位WBA锄量级青年拳王金腰带得主 不过张芳勇的人生轨迹呢 并没有因为这一条金腰带而改变 张芳勇不仅鲜少有额外的收益 在此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呢 他一场比赛都没有参加 于是呢他又当起了外卖小哥 好在呢一路坚持下来的张勇 如今已经进入了M23 国内著名的职业拳击俱乐部 如果说张芳勇之前打拳 纯粹是为了赚钱 那如今他打拳呢 又有了更大的追求 他说等努力变成世界拳王的那天 我也许能为年轻草根拳手 创造更多的机会 外卖拳王赢得这些称号呢 背后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忍受多少伤痛 这只有张芳勇自己才知道了 其实不只是外卖小哥 每一个行业里呢 都有为自己的梦想不断拼搏的人 愿每一份的努力都有回报 愿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